人超超 第20章 毁灭的尽头是创造 神界委员会 金碧辉煌的大厅弥漫着一层紫黑色 让整个大厅显得昏暗了许多 强盛的毁灭意念弥漫其中 哪怕是身为一级神底 其大原罪神在这里也有些战战兢兢 毁灭之神依旧将自己完全隐藏在大斗篷之下 血红色的眼神显得有些阴郁 怎么回事 毁灭之神冷冷地问道 贪婪之神有些尴尬道 情绪之神 蝶神 战神和速度之神的神超过了我们的预判 他们个体的能力本来在我们预判之内不算什么 但他们却有了一种联合施展的能力 战神和速度之神 情绪之神和蝶神都有这种能力 瞬间增幅之下 实力超出我们的预判 尤其是情绪之神和蝶神 当他们联手施展能力的时候 甚至接近了执法者的水准 我们在猝不及防之下 才被他们冲了出去 毁灭之神冷冷道 因你们贪婪 懒惰 傲慢 忌妒 四名一级神底 都拦不住只有一名一级神底为首的四名神底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获得了神界中枢之后 毁灭之神的气势明显比以往更加强盛了许多 在他的责问之下 几位原罪神甚至不敢有丝毫反抗 那强横的毁灭意念 令他们脑后的光龙都如同风雨飘摇一般 贪婪之神道 主杀 你能否利用神界中枢来确定他们的位置 我们立刻去找 一定不会让他们再逃脱了 毁灭之神道 暂时还不行 我刚刚获得神界中枢 还需要时间来进行融合和试料 他们两个离开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我们按照原计划行事 等到我们的事情成功了 无论是任何神底 你就都不会反对我的统治了 色语之神 毁灭之神 陈生叫道 色语之神立刻上前 恭敬行礼 主上 毁灭之神 陈生道 你去配合破坏神 守卫堪压那些神底的地方 这些神底虽然都被我下了封印 但是为了预防那两个小家伙前来救援 看呀还是要谨慎一些 色语之神赶忙道 主上放心 我一定配合好破坏神 务必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你 你现在就去吧 是 色语之神恭敬地向毁灭之神行礼之后 立刻大步转身而去 一边向外走 在他的脑海中却浮现了一副景象 那躺在熔岩之中的胖子 不知不觉在他脑海中回荡着 他有些轻压地以自己原罪神的能力 竟然无法忘怀他当时的眼神 那种哀慕大于心思的悲伤 竟是有些让他心声摇曳 色语之神走了 毁灭之神沉声道 其他人也都行动起来吧 无论什么情况 都不能够阻止我们完成这次的使命 忌妒之神道 主上 那善良之神和邪恶之神会不会突然回来 如果他们突然回来的话 恐怕 毁灭之神摇了摇头道 暂时 他们回不来 我给他们制造的麻烦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得成的 而且神界一日地上一年 但这次我利用了毁灭意念 让他们在返回的过程中 会遭遇到时间崩溃的过程 时间会向后推一段 至少在我们完成这次行动之前 他们是无法赶回来的 之后再回来 也就无法影响到我们什么了 是 众位原罪神的脸色都放松下了几分 这次他们的行动十分突然 连众位原罪神自己都有些忐忑 虽然算上破坏神和毁灭之神 他们在整个神界之中都是一股实力最强的势力 可是神界广袭 神底众多 还有其他十几位一级神底 如果有善良之神和邪恶之神对毁灭之神的反对 再动其他神底的话 那么毁灭之神的统治就不是那么稳固了 海神虽然是神界掌权 但他有一点做得很好 那就是从来没有释放出什么权力欲望 一直保持着神界的松散结构 也不拉帮结派 至少在普遍神底之中是有着很高声望的 现在海神的女儿已须逃脱在外 消息恐怕还是会传出去 神界接下来的动荡可想而知 毁灭之神虽然凭借着自身掌控神界中枢 暂时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时间长了恐怕还是会很麻烦 所以毁灭之神说得很对 他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次行动 让神界得以扩张 到了那时候 神界就能够吸收来自更多下贱的念力 从而让所有的神体受益 只有成功了 自然就不会再担心统治的问题 诸位原罪神悄然离去 在神界委员会大厅之中 就剩下了毁灭之神自己 毁灭之神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了 男男的自言自语道 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 他似乎略有怀疑 但紧接着他的眼神立刻就变得狂热了起来 一定是对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将自己的使命延续下去 毁灭的尽头就是创造 这句话不是你说的吗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创造能力 神界只有在我的统帅下 才能够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够在未来想着掌控一切发展